外电消息带你来看 美国有一名青少年 他把车子停在家门口的私人车道 车子却被偷了 而更扯的是他发现 偷他车子的并不是人 而是一只大黑熊 我们可以看见这只黑熊 趴在这辆红色房车的后车厢 大黑熊可是自己打开后车门哦 为什么呢 房车的主人猜测 大概是为了他放在车上的花生酱三明治 黑熊相当聪明 自己打开车门 爬进车子里 结果撞到了换挡杆 车子转空挡 便顺着马路滑行滑下山坡 车主听到森林传来不间断的喇叭 就想跑出来查看 才发现自己的爱车不见踪影 和家人循着喇叭声找到车子 当然也看见正在张牙舞爪 大肆破坏车子内装的这只大黑熊 两个小时之后 警察和消防员终于将这辆红色房车 从黑熊的尖牙利爪中解救出来 不过车子内装被破坏的相当彻底 得要花上一笔钱好好整修 才能再度上路 中天新闻 林佳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